猎羊烘烤着大地,丝丝缕缕的蒸汽混合着尸体,腐臭的气味弥漫着空气中,混合成一股令人窒息的味道。 西玛用麻布裹住口鼻,在蓝圣女们的指挥下将一具具尸体搬运到神庙旁的深坑里。 等深坑填满,无垢者便将火把和引燃物扔进去。 熊熊火焰升腾而起,炙热的气流让西玛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。 身着各色长袍的圣女们围绕着火葬坑送念祈祷,模糊不清的吉斯卡利与纪文伴随着焦黑的浓烟升上高空。 同样的火葬堆城内有三个,城外则更多,一缕缕浓烟带着死去的迷邻人、渊凯人、阿斯塔坡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佣兵们的英灵缓缓升空,只是不知道高天之上是否真的有诛神接引他们的灵魂。 忙碌了两天,城内外的尸体才被全部打扫干净,可留在街道上,墙壁上的血字一时间还来不及清洗。 刚好这时来了一场大雨,将古老的弥林城笼罩其中,街道小巷成了一条条溪流,淡红色的血水带走了犄角嘎拉里的残肢和废墟瓦丽。 等到雨停,弥林仿佛焕发了新的生机。 西马光着脚踩着湿滑的砖石上,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街头。 见到前方一对巡逻的无垢者,他下意识地让到路边,刚要下跪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自由民了。 这个念头让他慌张,让他不知所措。 自由了,可依然要吃饭啊。 大人们,西马鼓起勇气开口问道,今天还有尸体,要搬运吗? 尸体已经清理完了,无垢者道。 听到这话,西马的脸上不可抑制地浮现失望之色,他嘴巴动了动,似乎想问什么,却又不敢开口。 采砖广场上今天举行公投,你可以去投票。 无垢者又道。 公投。 西马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,但看无垢者冷淡的模样,又不敢多问,只好连连点头。 好,好,我会去的。 无垢者也不会多言,继续前行,遇见行人便停下来通知公投的事情。 西马看了一阵,带着好奇和忐忑来到采砖广场,就见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。 广场中心的同柱前摆放了两个大木箱,人们在木箱前排好队,依次往里面扔着什么东西。 外围一众穿着灰色长袍的年轻人,在给新来的民众发着木条,并做讲解说明。 西马凑过去,听了一阵,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公投,就是让所有的迷邻人投票决定是否恢复奴隶制。 同意恢复地将木条扔进左边的箱子里,反对的,就扔进右边。 西马看了看,就见左边排队的人明显要比右边的多。 大家都想继续当奴隶吗? 他心情复杂地想着。 这时灰袍年轻人走到近前,将一根木条塞到他手中。 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? 知道,知道。 行,那就去排队吧,投完票就离开,不得再进来。 好,好。 西马连连点头,可等他准备上前投票时,却又犹豫起来。 说实话,如果能成为自由人,谁又愿意当奴隶呢? 可当了一段时间自由人,西马在经历了最开始的兴奋之后,却只感到恐慌和迷茫。 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,之前龙女王号召大家去种豆子,她便去了,可种下去的豆苗没几天就全死了。 有人说是缺水,有人说是土壤不好,还有人说是诸神的诅咒。 西马不懂,他以前也没种过田。 后来又有人劝他去种橄榄,但这次西马留了个心眼,特意找智者问了一番。 才知道原来橄榄种下去后,三年才能成熟有收获。 西马知道自己绝对撑不到三年后的丰收,恐怕早就饿死了。 这个时候,他才无比怀念侍奉善主大人的日子。 虽说那时候是奴隶,但至少善主大人会给他饭吃。 如今他自由了,却要自己想办法填饱肚子。 而这,竟是如此艰难,甚至比做奴隶还难。 于是,西马捏着木条,加入了左边更长的那个队伍。 大概半个小时后,西马将木条扔进箱子,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 弥沙,他喃喃念叨,脑中不禁浮现出那位龙女王的身影。 广场西侧的大金字塔上,丹伊丽丝站在中层的露台边,望着下方投票的场面,心中微微发酸。 他刚刚给了这些人自由,可现在,他们自己却要重新戴上镣铐。 这不能怪他们,沙姆威尔走到他身边,轻声道,自由和面包,迷林终归还是要选择面包。 带血的面包,丹伊丽丝道,必要的代价,无奈地选择。 他们称呼我为弥沙,可我也拯救不了他们,我让他们失望了。 山姆威尔将丹伊丽丝搂进怀里,安慰道,这也不能怪你。 打破就秩序并不难,真正艰难的是重建一个新秩序。 我倒是觉得就秩序没什么不好。 扎罗,赞望,达索斯在侍卫的带领下走了过来。 这位来自奎尔斯的商界巨谷优雅地鞠了个躬,又道,尊敬的风暴王陛下,美丽的龙女王陛下,请原谅我的无礼,不过我倒是认为,奴隶弯的旧秩序才是最适宜的。 丹伊丽丝厌恶地瞥了他一眼,冷冷道,你当然会这样说,因为奴隶贸易能让你们挣得盆满钵满。 不,您误会我了。 扎罗笑呵呵地说道,亲爱的丹伊丽丝陛下,您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,但对世界的看法却还有些天真。 很多看起来的邪恶的事情,其实才是最适宜的,比如雨水。 雨水。 是的,当雨水落在头上,我们诅咒它,但如果没有它,世界将陷入饥荒。 奴隶也是如此。 您先别急着反驳,想想奎尔斯,想想他在艺术、音乐、建筑、贸易等等领域上所取得的成就。 正是这些成就,才让我们人类区别于野兽,使得我们十三巨子,犹如您一样端坐在金字塔顶端。 但代替砖块支撑起壮丽的奎尔斯的,乃是无数奴隶的脊梁。 你们心自问,如果所有人都面朝黄土过完一生,谁来抬头仰望无尽的星空? 如果所有人都为生存疲于奔命,谁来建造赞美诸神的辉红神庙? 谁来创作美妙的油画,谱写动人的乐曲? 为了人类的伟大,必须有一部分人成为奴隶。 不,奴隶和雨水不一样。 丹妮丽丝皱紧眉头,我被雨水淋湿过,也被贩卖过,那感觉不一样。 没有人愿意被奴役。 扎罗得意地指了直彩砖广场,笑道。 如果我没有看错,愿意被奴役的迷邻人明显更多吗? 丹妮丽丝哑口无言,好伴赏才道。 维斯特洛就没有奴隶,而七大王国也有灿烂的文明,宏伟的城堡和美妙的音乐。 我虽然没有去过您的家乡。 扎罗笑道,但也见过不少来自维斯特洛的商人和水手, 从他们口中得知,七大王国的农民们过的日子可不比奴隶好多少啊。 没错,他们是有自由,可那又怎样? 不还是一辈子被困在土地上,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浇了税, 剩下的那点堪堪填饱肚子。 若是遇上什么大灾,或是战争, 那就是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,甚至还不如奴隶。 所以,自由对他们有什么益处? 丹妮丽丝想要反驳,却又无从说起。 而且,他根本没去过维斯特洛, 对那里的印象都来自哥哥的故事。 他看向身边的男人,希望他能驳斥伤人的歪理邪说。 山姆威尔终于开口了, 不过并没有直接针对扎罗的言论, 而是问起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。 扎罗阁下,您觉得用一万人修建一座占地五亩左右, 高约八十英尺的石器城堡需要多久? 扎罗想了想,大概两三年吧。 我只用了不到一年。 山姆威尔道, 而且还是在有外敌入侵, 打断建设进度的情况下。 如果你不信, 可以去问问来自维斯特洛的水手们, 河湾地的鹰嘴语是多久建成的。 我相信您。 扎罗恭恭敬敬地说道, 不过,这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? 山姆威尔依然没有回答, 再次问道, 你认为修建一条全长七百多英里的人工盒需要多久? 七百英里? 扎罗瞪大了眼睛。 没错, 七百英里的人工盒, 沿途能灌溉接近五千万亩的耕地。 山姆威尔笑着道, 别想了, 你估计从未见过这样的宏伟工程。 确实没见过。 风暴地正在开展这样一项工程, 我已经动员了近十万劳工, 未来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到五十万。 相信我, 这条人工盒会在五年内完工。 可如果这项工程交给同样数量的奴隶来做, 恐怕几时乃至上百年都未必能完工。 扎罗皱皱了皱眉, 看起来不太相信。 山姆威尔也没有在意, 笑着多加了一句, 皮鞭和镣铐未必是最有效的统治工具。 这话倒是让扎罗皱省入了深思, 但片刻后, 他就警醒过来。 凯撒陛下, 您不会要反悔吧? 不, 沙姆威尔指了指眼前的广场, 我尊重迷邻人自己的选择。 那就好, 扎罗松了口气。